為何要踩到紅線呢?請問 動不動就紅線 看來你好像在看MyRadio的節目 對,我在看旭文踩場 不過我也擔心 遲些去英國工作,沒甚麼看 那倒不會 直播和重溫環球全地球都會看 那就很好 不過有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想賣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交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賣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hk節目月費計劃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言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辱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聽聲 剛才說到台灣 當然他們都會有點憂慮 對於這個… 我做旅行才有六位會 人們發出一些東西給我看 他們真的對於這個和香港之間的司法合作 他們是有憂慮的 關於這個移交逃犯的秀例 他們都會密切注視究竟發展是怎樣的 他憂慮在哪一方面 那我剛才說了 是吧 憂慮在哪一方面 憂慮在哪一方面 你聽完共產黨的說話 你來搞他 他人來香港的時候 讓你移送又怎樣 今天開記者會 就是時代力量的黨團 就請了這個… 這個… 港澳蒙藏署的處長 即是陸委會 和這個法務部 就是那個國際及兩岸法律事務的 就是一個為檢責官 就去參加他們這個時代力量立法會 黨團的記者會 OK 那麼這個黨團 即是… 這個時代力量本身是一個主張台獨的政黨 OK 要說一些背景 大家才明白 那麼他是台獨 那麼他當然是憂慮 即是… 即是…他們有他的想法 如果你用一個中國 那麼即是… 抵法我們台灣就不行了 這樣吧 那麼所以這個陸委會也都提到 如果你這個所謂移交逃犯 第二天大家協商的時候 你以一個中國為前提的話 我就不會接受了 那麼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 第一 那條法律內容沒有 是吧 那麼但是… 雖然他們這種說法有問題 或者他的憂慮有問題 那麼… 但是現在… 我的說法就是… 你都已經兩岸互相… 調理有… 現在是逃犯的嘛 那你這個為何沒有一個中國為前提的問題呢 都是一個中國 大哥 是你中華民國說自己是一個中國 那你是不是一個中國為前提啊 你要對等地位 是不是一個中國為前提啊 雖然這種說法有問題 我意思是這樣解嘛 是吧 但是他就代表… 即是他擔心你香港政府 就完全是… 中共可以完全控制的 那麼他… 你會做這些東西 是吧 那就提出來先咯 這樣解而已 但是你深入一點去看看 又不會通的嘛 是吧 那你現在那個… 你怎樣解釋現在的兩岸… 那個司法互助呢 是吧 你怎樣解釋呢 為什麼我要在這個節目上說 因為有很多人都盲無的 是吧 有些人經常說很多… 例如見到台灣 有人主張台獨 香港主張港獨那些 那些自己有 那樣就經常有來往 是吧 那麼這個不要緊啊 大家覺得理念相近 大家都是搞本土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但是說到一些具體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尊重那個事實 你不滿意這個事實 是吧 將來建國之後又要又要 那就是將來的事 但是我現在推動獨立建國 又是一件事 但是你一定要面對這個現實 客觀的事實就是… 客觀的事實就是這樣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那就一個中國了 他就說一個中國 就是中國來的 所以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國民黨經常要堅持九二共識 一中國表 不是只是九二共識 因為九二共識 你一扭曲了 第一就先被習近平扭曲了 九二共識 就等於一國兩制 跟著呢 就是蔡英文打蛇除棍上下 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你們不可以再說九二共識了 所以國民黨的處境就變成進… 即是在那個話語權那裡 有事實體 就模糊了 你知道嗎 叫什麼大人窩 是吧 所以國民黨最近 這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說 就是國民黨是主張 簽署這個兩岸和平協議 就被人屁股了 是不是 他都會違反的 是不是浪費狗氣 是不是 那但是在國民黨的立場 他執政就覺得 一定要兩岸和平的話 那現在 你什麼 只說無效 再大家白紙黑字簽下 兩岸和平協議 這樣才行 那這個兩岸和平協議 是不影響你台灣的主權的 是不是 即是當時的說法是這樣的 那就是 你什麼兩個中國 你什麼 很簡單 是不是 那然後大家可以和平相處 那意思而已 是不是 但是 你和共產黨簽任何協議 都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 所以那些台獨的人 你又不用起鋼了 是不是 對於吳敦義這種說法 最初民進黨就是動他 任何人都沒有 就是一定要政府才簽得 你國民黨不簽得 那別人說明執政之後 才推動 簽和平協議 你不要懷疑現在國民黨的身份 就是要和他簽和平協議 那所以這個 就是政治講到意識形態 每個人都索領了就是這樣 是不是 你警告韓國瑜 不可以簽協議 因為你無權 那韓國瑜說 我屌你 可以去招商 對 招商都是他們自己簽的 關我差事 是不是 甚至乎我可以跟當地的政府簽 就是說 喂 地方政府 大家 事與事之間簽 都可以的 是不是 那他 你獨屬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獨屬台灣的法例 你先說吧 就是叫韓國瑜 那所以 去到這個地步 就是大家都已經上了頭 是不是 那當然和平協議 這個都是偽命題 怎麼簽 那是怎樣 具體內容是怎樣 那個談判是否對等 有多複雜 其實在九十年代初 那時候兩岸的氣氛 就沒有現在那麼什麼的時候 海峽兩會的頭 都是德高望重 地位崇隆的人 台灣的就是孤振抱 中國的就是汪杜咸 兩個都是相當有地位的 那當時就說 大家都是統派來的 大家都希望 所謂統派的意思就是 就是 中國始終都是 這種分裂分子的局面 終有一天會結束的 不過現在 在未能夠 大家能夠有一個共識 怎樣去統一之前呢 就通過兩岸的民間交流 令到台海的軍事危機解除 大家和平發展 你搞你的經濟改革開放 我們搞我們的經濟的發展 是這樣的 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下 兩岸是可以各自發展 是這樣的 那時候是這樣的立論 當然那時候也有民進黨 都是主張台獨 但是那時候他還沒有執政 到民主黨執政之後 就算阿扁第一任 他都說 四不一沒有 大哥 這個四不一沒有 就是維持現重 是吧 那接著到他第二任開始 他就搞台獨了 是吧 於是兩岸關係又再惡化了 那到馬英九上台那八年 那兩岸關係又恢復了 比較和諧一些 好了 到蔡英文上台之後 又出現現在的僵局 那這個就很明顯 大家看到整個 這二三十年的發展就是這樣 是吧 但是到今天為止 他都不影響兩岸人民的交往 是吧 你去做生意的 去讀書的 現在大陸有二百多萬台灣人的 大哥 你任何一個政府 你都不可以忽視這件事 所以最近 柯文哲說了一句 現在柯文哲被人打成了 由白變紅 是吧 他說你在跟人做生意 你40%的外貿 就是中國 就是中國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國 你天天在吵架人 他意思就是這樣 這個是柯文哲說的 是吧 但是一說到政治 就沒得商量了 蔡英文一定是這樣的 剛才叫他捍衛台灣的本土 一到選舉就說這些 所以可以預見 在明年初這個總統大選 整個選舉的主軸 就是議題主軸 一定是兩岸關係 是吧 那如果你國民黨還不改完更將 繼續用這些死路跟九二共識 一中國表 唉真是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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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共產黨是不會停手的 打壓你台灣 這樣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但是國民黨裏面比較新銳一些 譬如朱立倫 他們對現在這個狀態 他們有沒有不同的吳敦義的看法 他們都是主張九二共識的中國表 全部都是 但是具體的做法就不行 譬如你現在提和平協議 替來托嗎 是不是 是不是 那當然吳敦義呢 就是他作為國民黨主席 那他有可能會表態參選 是不是 但是 如果民調真是很低的話 就不要選好過選 那等於上一屆換柱而已 就是紅手柱 就算是不行的 就算是 那如果硬換了它 就引起黨內的一些紛爭 是不是 那現在還有另外一種說法 你可能會徵召韓國瑜的參選 徵召 徵召的意思是什麼 不知道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徵召 徵就是徵友的徵 徵求的徵 徵召 召就是召見的召 這個兩個字 在台灣的政黨政詞裡面 是常用語 不過你不懂 我現在解釋給你聽 徵召 跟在黨內初選是不同的 黨內初選就是一個機制 誰得票最高的 那個就代表國民黨去參選 是不是 但是有些情況 就可能這個初選都沒有 要用徵召 即是那個人根本都沒有參選 就是叫他出去選 黨通過就可以了 但是他可以不接 這個叫徵召 通常徵召就一定是 你奉行黨的指示 我告訴你 這個叫徵召 譬如這次立法院的補選 有幾個議席要補選 因為有些人做了市長 有些人就 他去參選市長的時候 他辭了立法委員 然後就輸了 那這個議席要補選 很多都是用徵召 不是用黨內初選 找一個最強的去選 那大家不用爭辯了 那這個叫徵召 所以我為何要解這兩個字 因為連台中也聽不明白 徵召是在台灣政黨政治 選舉政治裏面 一個常用語來的 徵求的徵 召見的召 換言之他們都沒有一個固定的機制 有時候初選有時候是徵召 沒有很少徵召 大部份都是要初選的 就是民主法之後 但是徵召都是黨 都要通過黨的一個民主機制動議 不是一個人作主 是不是 因為你無論是民進黨 或者是國民黨 他都是一個民主政劏 那些是黨外民主的 雖然名義上都有 但是實際的操作 可能都是不民主的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這幾天兩天 我都看CNN的頭條 兩天都做蔡英文的 他亦都首次在CNN的方面 表示表明他自己會繼續參選 那民進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蔡英文的民望這麼低 那民進黨會不會又提出 另外一個人去取代這個現任 在上次選舉 至於去年年底選舉大敗之後 有幾個獨派大佬就逼供了 連署就叫蔡英文不要選了 甚至乎這一屆 你現在任內 都不好做 不是不好做 不要這麼說 你這些任內 就是你要將你的權交給政府 那下一任你就不要選了 那他們就支持賴清德 那賴清德 初初打算他辭了行政院院長 可能他就會出馬去競選 但現在初步看到 可能這個可能性是負責不高 因為已經沒什麼聲音了 那有些說法就可能是蔡賴佩 蔡英文做總統 他做副總統 那這個就是現階段民進黨最強的 他不能不去參選連任 為什麼呢 他的道理很簡單 那誰去呢 你說他民望低 沒有贏的把握 任何一個人都輸 他至少現在還掌握過黨的機器 和國家機器 是不是 他還在派官給這些人 你怎麼會不支持他呢 所以民選黨裡面 就一定不需要有黨內初選 就一定是蔡英文去參選 又找他 不是找他 你現任總統多數都是爭取連任的 除非你做了很多壞事 是不是 或者好像你剛才所說 民望很低 但是你有一個可以取代他才行 你現在民進黨裡面 現在按照那些民意調查 賴清德去選 就比他的支持度高一點 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但是現在通過黨的運作 因為現在選了新的黨主席出來 這個黨主席又是蔡英文的人 大哥 就是說他遲了黨主席 選新主席都是要找他自己的人去選 你明白嗎 其實這是一個派系 民進黨的派系共治的色彩很濃厚的 但是派系共治得來 蔡英文自己沒有派系 就自己做了總統之後 整個英系 英系就是人丁單薄 那樣就派給很多年輕人 那些英系的去做官而已 現在民進黨最大的勢力就是新潮流 新潮流為何有這麼大的勢力 新潮流是由民進黨建黨之前 已經有這個新潮流 等於他是黨外編聯會的成員 你知不知道 那時候搞黨外集資 那些編輯 是嗎 包括林族水 優異人這些 全部都是新潮流的大佬 現在新潮流是在政府各個部門 公營機構全部有他的人 立法委員簽的人數最多 這是民進黨裡面最大的派系 實際上整個民進黨就是新潮流的作主 現在新潮流也要支持蔡英文的選總統 就是這樣 所以民進黨一定是他們選的 那國民黨現在有三個太陽 是不是 但是一個叫後藝 三個太陽就是朱立倫 黃金平和敦儀 馬英九都是太陽 叫四個太陽 馬英九應該不會選 那三個太陽 這個韓國人叫後藝 後藝就是射太陽 所以國民黨到現在 都沒有辦法定到初選機制出來 現在說六、七月就會提名 我們猜在三、四月期間 他可能會有一個機制 不過現在所有這些對比的民意調查出現 蔡英文都是輸的 因為有些人就已經覺得 柯文哲一定會去選 但是他又不是民進黨 又不是國民黨 他今天的調查是最高的 反而是 就是我經常說的 近年台灣的政黨政治 已經開始走向衰敗 就是這個原因 於是第三勢力就會崛起 好 節目時間到了 記得交台幣 拜拜 拜拜